118 大公報 北斗添雙星導航向全球覆蓋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6大公報信 據新華社北京報導 中國25日成功發射兩輛北斗導航衛星 使北斗導航系統的衛星總數增加到19回 這對北斗雙胞胎提興 將為北斗全球組網承擔託方示名 中國是繼美 我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自主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的國家 此次發射成功 標誌柴鬥衛星導航系統向全球覆蓋的建設目標賣出堅實一步 此次發射的兩輛衛星 均為地球中原軌道衛星 也使中國發射的第18、19輛北斗導航衛星 入軌後將與先期發射的第17輛北斗導航衛星共同開展新型導航信號 升間鏈簿等試驗驗證工作 並適時入網提供服務 19輛衛星發送更多信號據北斗導航衛星系統總設計師謝均介紹 這對商星首先要承擔的是在軌驗證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總體方案與技術體制 拿信號格式來說 這次採用的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全新信號格式 導航信號數據在區域組網導航衛星的基礎上擴展了一倍幻多 這意味同 讓的時間內 導航衛星可發送更多的信號 更好更快地滿足用戶需求 專家說 這對兄弟倆要驗證其測距 抗干擾等性能 此外 他們還要驗證首次在空間使用的升間鏈簿技術 將與今年3月發射的一火北斗衛星實現升間互聯互通 共同開展全球組網試驗驗證工作 這均說 北斗系統可以做到與其他系統兼容 用戶可以在北斗信號強的時候使用北斗 用GPS來幫助你修正 輔助提高導航服務精度和使用的便利性 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紹 新發射的北斗雙星 集中國做豪華配置於一身 包括高精度星在原子中 星間精密測距和通訊 星座自主運行等 衛星載學關鍵技術 眾多技術和國產化氣部件等待檢驗 將兩火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發射星空的視長征 三號月遠征一號運載火箭 遠征一號被稱為太空擺盜車 今年3月30日 遠征一號首次投入使用 成功將中國首火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此次的任務是遠征一號第二次飛行 也是他首次執行運送雙星入軌任務 北斗導航三步走第一步 2000年建成北斗試驗導航衛星系統第二步 2012年建成區域導航系統第三步 建成由五火正子軌道衛星和三十火非正子軌道衛星 組成的覆蓋全球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而且挺多拍攝地下注翌日 進行運送不斷射 進行運送通航衛星 進行運送航衛星 進行運送一次 fucking運送方式 進行運送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